大家好,我是故事模式全开的Leah 最近刚讲完生化危机原老女主角Jill的完整编年史 就收到了观众们希望我讲更多生化系列角色的要求 那么今天节目的主题 就是该系列出镜率最高的女生Claire 由于生化IP的作品实在太多 整个故事时间跨度巨大 再加上Capcom公司冠绝古今的炒冷饭能力 所以Claire的形象也经历了好多个版本 不过那标志性的马尾和热心肠的个性一直都在 抓住了众多新老玩家的心 从少女都预解 Claire在十多年里到底经历了哪些生化史上的重大事件呢 就让我赶快带大家一次看完吧 许多玩家对Claire的第一印象都来自生化危机2 这位总是绑着高马尾 爱骑重型机车的大学生 有一副助人为乐的侠义心肠 在幻雄式的病毒灾难里 展现出了非凡的勇气和战斗力 大家也许会觉得 一个大学生精通18般武器的设定太不真实 但不要忘了Claire姓神嘛 作为系列元老男主Chris的亲妹们 她才不是普通的平民少女 由于小时候父母双亡 所以客妹几乎是哥哥给带大的 兄妹间感情非常深厚 品位也很一致 两人还有成队的甲克 后面绣着一模一样的女王乐队单曲图案 摇滚岳家重机车这个硬派的爱好 也完美对应了两兄妹 怼天怼地啥都不怕的性格 Chris辍学加入美国空军后 私下教了妹妹不少战斗的基础和生存技巧 她的战友Barry大叔 也对兄妹俩照顾有加 几年过去了 大叔和Chris先后选择退役 加入了幻雄式的STARS特警队 在这期间Claire开始了她愉快的大学生活 直到98年那场毁灭幻雄式的丧尸危机到来 她的人生才彻底走上了另一条道路 由于上期节目里我已经讲了 散公司的起源和洋馆事件的始末 所以这里就不再重复了 进一步了解系列背景的观众先看一下 并明白许多后续事件人物的来历 洋馆事件后STARS小队的幸存者们 陆续离开了美国 由于状况危险 所以Chris和Barry走之前没有通知Claire 不想把她牵扯进来 但Claire联系不上哥哥后着急了 决定直接跑来幻雄式找人 她在城外的加油站遇到了丧尸群 被正准备去幻雄式报到的新人警察Leon救了一命 搞不清楚状况的两人驾车前往警察局 此时病毒已经爆发快一个星期了 民众七七八八死的差不多了 到处都是废训和丧尸 在这么恐怖的情况下 丧尸导致翻车爆炸还让他俩被迫分头行动 各自展开自己的求生之路 等到到警局后 Claire才从哥哥办公室的日记里得知 哥哥早就离开城市了 现在眼前最重要的问题 就是自己该怎么逃生 和哥哥相依为命长大的经历 造就了Claire正义又善良的个性 以及强烈的保护欲 所以当她在这个地狱里遇见无助的小萝莉Sherry时 就下了一定要照顾好她的决心 贪污腐败的警察局长突然出现抢走了萝莉 Claire愤怒地前往孤儿院要人 却看到局长好像被什么东西寄生了 小怪物破肚而出 Claire也来不及多想 却开始带着萝莉逃命 两人试图躲避散公司空头的量产型暴君 没想到居然有个更强大的怪物出现 一爪子就解决了一只暴君 令Claire更加懵圈的是 Claire居然管这个怪物叫爸爸 这到底是什么情况呢 原来Claire的父母Burkin夫夫是散公司重要的科学家 尤其是老爸William Berkin博士 是公司元老Marcus博士的弟子之一 William近年来一直在市区的地下研究所里 开发一种新型的基病毒 虽然和T病毒系出同源 但效果完全不同 T病毒的传染性很高 但生物感染后只会变成能力低下的丧失 真想做出强大的生物武器的话 就必须从生物的胚胎阶段就开始结合病毒培养 耗时耗力 而William搞出来的基病毒虽然传染性很低 但恐怖的是 这个基病毒可以直接把生物的成体 变异成比暴君还强的怪物 打一针就行了 根本不需要胚胎培养 从制造武器的角度来说 比T病毒要省事的多 不过凡事物完美 基病毒的突变剧烈不可控 变异出的怪物还会本能的想增加同类 强行把幼虫塞进别的生物体内 更糟的是幼虫很挑食 宿主要是跟本体没有血缘关系的话 就会产生排异反应 破肚而出 寻找下一个宿主 所以要是幻虫室爆发的是基病毒危机 而不是T病毒的话 城里一个丧尸都不会出现 只会剩下满地爬的幼虫和肚子爆开的死尸 不知道大家觉得哪种情况更糟糕呢 话说回来 散公司看到了基病毒的强大潜力 准备把样本调回总部研究 但博士不愿意交出自己的心血 于是公司高层派部队过去 直接抢走了样本 身中数枪的博士很不甘心 把实验室剩下的一点基病毒 打进了自己的身体 突变成失控的怪物 他做的第一件事 就是追上去杀了抢东西的部队 样本箱里的病毒掉的一地都是 其中有几个包含7病毒的室管被踩碎 通过老鼠污染了整个城市的供水系统 成了幻雄市病毒爆发的另一大原因 之后博士开始在幻雄市到处游荡寻找宿主 已经没了身为人类时的记忆 只剩下机怪物那本能的繁殖与破坏力 Sherry-Lolly对现在的博士来说不是女儿 而是一个寄生幼虫的最佳温床 因为和她这个本体之间有血缘关系 鬼父成功地把幼体寄生在了Sherry身上 几经波折 Clear救回了Sherry 又去地下实验室给她找病毒的解药 再次被博士攻击 幸好Sherry的妈妈出现用特制武器帮了忙 不过自己也被丈夫变得怪物打成重伤 这个女人虽然口口声声说 自己是个不重视家庭的工作狂 却在当初目睹丈夫注射病毒时 下不了手杀她 现在又拼死想救无辜的女儿 就算搞了一辈子恐怖的生化实验 她内心的爱和母性也没有完全弥灭 妈妈治好了女儿身上的病毒 在把女儿托付给Clear之后 就咽下了最后一口气 先世的自爆程序已经启动 Clear拉着泪流满面的小萝莉边打边跑 准备利用火车离开城市 怪物博士每被打倒一次都变得更强 等Clear上车和亮会合时 博士已经进化成了 巨型枪肠动物一样的最终形态 在Clear的浴血奋战下 和大半截火车一起扎成了碎片 清晨的阳光洒在城外的公路上 终于逃出生天的三人手牵手走在路上 不知道身后的浣熊士还剩一天就会被美国政府和平 也就是即将发售重制版的《生化危机3》里的情节啦 Clear打趣的让Clear和亮收养她当女儿 一股一家三口的既视感油然而生 不过对于这两位系列游戏的重要主角来说 普通人的生活已经跟他们无关了 无数病毒关联的危机将在未来伴随他们的人生 三个月后 Clear的找哥哥之旅来到了欧洲 这个天不怕地不怕的虎妹子居然想入侵散公司戒备森严的巴黎部门 但毕竟潜入技能不够 很快就被抓住 丢进了南太平洋小岛上的监狱 而这个岛的实际控制人 就是散公司元老之一的Ashford家族 小岛的管理人是现任当家Alfred 这位骨科患者疯狂地崇拜和爱恋自己的双胞胎妹妹Alexia 因为妹妹这十多年来一直在南极实验室冷冻沉睡 所以Alfred思念过头时不时把自己异想成妹妹 发展出了严重的女装批和人格分离 至于妹妹为什么要冷冻起来 就是散公司另一段重要的黑历史了 成立散公司的Ashford家老当家死后 散公司进入了宫斗期 另一个元老Spenser逐渐取得了大权 于是Ashford家的继承人 希望南极研究所来偷偷搞实验 准备结合祖先的基因 给自己制造出智商爆表的孩子 未来靠智商碾压来应付散公司的权力斗争 她造出来了一对高智商的双胞胎 其中妹妹Alexia比哥哥Alfred更出色 十岁就大学毕业了 过了几年就在南极实验室搞出了新的T-Veronica病毒 又叫做圣女病毒 感染速度快 变异效果稳定 还能保留感染者的部分意识跟记忆 因为结合了以后的基因 所以圣女病毒的感染者会出现跟蚂蚁一样的阶级分化 处在顶层的帝王可以操纵所有其他感染者 只是想培养出一个帝王得经历15年的漫长变异 算是这个病毒最大的槽点吧 Alexia很恨把自己和哥哥当成工具人的老爸 所以在老爸身上做病毒实验 把他变成了苍白的怪物 对外则宣称老爸失踪 自己已死 由哥哥来继承家业 他给自己注射了实验好的病毒 开始了15年的冷冻睡眠 准备未来作为帝王苏醒 统治世界 而Clear来到小岛监狱的期间 正是这15年期满的时候 此时监狱由于受到散公司竞争对手的攻击 突然就发生了T病毒泄漏的危机 Clear把自己的情况用岛上的通讯设备通知了Leo 还遇到了一位暴躁少年Steve 少男少女很合的来 一路结伴战斗 利用岛上的飞机溜了 可Alfred用电脑改变了飞机的航线 导致Clear和小哥被困在了南极 Alfred自己也来到了南极 想迎接妹妹的苏醒 被Steve小哥射杀 强烈的信念支持着他爬到妹妹沉睡的培养槽前 看到Alexia成功苏醒 才闭眼死去 Clear和Steve小哥本应死在Alexia的魔爪下 幸好我们的Chris大哥得到了Leon的通知 一路追踪过来救人 兄弟俩也终于团聚 可怜Steve此时已经被病毒感染 开始攻击客哥客妹 但对Clear的感情让小哥在最后的时刻努力恢复了意识 表达完爱意后就断了气 成为生化系列的一大悲剧角色 击败Alexia逃离南极后 短暂相处的两兄妹又开始了漫长的别离 Chris回到欧洲继续自己对散公司的调查 而Clear则加入了民间救援组织TerraSafe 开始为救助生化灾难的受害者四处奔波 七年过去 散公司已经垮台 世界各地的病毒危机却并没有结束 在CG电影《生化危机恶化》里 Clear又被困在了僵尸病毒爆发的机场里 熟悉的老朋友Leon到来 早就不再是当年那个菜鸟警察 而是美国政府身经百战的特工 两人联手解决了机场事件 Leon也和Clear道别 说希望两人下次能在正常点的地方碰见对方 时光飞翅 Clear终于到了儿力之年 不再像少女时期那么莽撞 但一腔热血还是没变 她工作的TerraSafe组织来了个新成员 居然是Barry大叔的大女儿Moira Clear打她小时候就认识她 两人自然关系马上就亲切起来 而讲述她俩监狱逃亡的《生化危机启示录2》 就是Clear在系列游戏里的最后一段冒险了 是的 Clear又被关进了监狱 而且又是一个孤岛上的监狱 这种情况下 战斗经验丰富的Clear自然做起了 她最擅长的两件事 生存加逃亡 两位女生被迫杀死了从前的同伴 而在逃亡的最后关头 Moira为了救Clear被碎石压住 在Moira的奋力劝说下 Clear自己先跑了 获救后的自责让她几乎无法面对巴尔大叔 还好巴尔大叔半年后登岛救下了幸存的女儿 最后在短发Clear的活力掩护下成功逃离 也算是个团圆的美好结局 不过Capcom在本作结尾埋下了一个开放式的隐患 方便续写故事 所以我们未来还是很有可能看到Clear去解决新的危机的 也不知道会不会正好就是下一部正统续作呢 孤岛危机后的Clear无论从外在到内在 都变得更加成熟 我个人是很看好这样的欲解形象 当然啦 如果Capcom愿意重置维罗尼卡的话 我也是不介意再玩一遍少女Clear的南极历险记的 你们说呢 今天的角色故事就讲到这里了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写下想听我解说的游戏 如果喜欢我的节目 也不要忘了点赞分享再订阅我的频道 我是利亚 我们下次再见啦